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美國大選進入倒數25天 昨天這個國慶日 賴清德的演講 強調中共無權代表台灣 兩國互不隸屬 國台辦直接回應 台灣不可能成為國家 不過中國同時 文攻武嚇軍機 軍艦老台還射了火箭 那布林肯也直接公開 呼籲中國要維持 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那這個AIT前官員 普瑞澤直接說 賴清德的國慶演講 是相對溫和的 而小英明天也準備要外交 出訪歐洲 但是呢 蠻有配合中共 引來各界的批評 而且他缺席國慶的同時 他反倒是在基隆站台 檢調今天事實上還清查 柯文哲相關的基金會跟成員 事實上金華城的 149億年代案 銀行團現在也擔心 真的搞不好一個不小心變呆帳 而且呢昨天挺科的小草 各界觀察越來越少 而相關的效應 會不會延續到週末的拆量大戰 後續還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有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黃世聰 大家好 再是范世平老師 大家好 再是周一航 大家好 再是林延峰 大家好 再是林亮君 林文傑好 大家好 好 再是吳靖怡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喔 賴清德這一個演講喔 中國的軍機軍艦當然老台 昨天晚上事實上也發射了火箭 穿越台灣的航空識別區 好 世聰剛看到的是日本媒體的觀察 確實這個賴清德的國慶談話之後呢 包含了普瑞澤都認為相對溫和 而同時國泰辦固然 例行的這一個文攻武嚇持續 可是各界也高度關注這個時間點的變化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個 無論賴清德總統說什麼啦 事實上中國還是對我們持續的文攻武嚇 包括說從昨天早上的凌晨六點 一直到今天早上的六點的時候呢 中國一共有20架次的這個共機出台 出來這個騷擾 好 那一共有13架的逾越中線 那另外還有10艘這個共艦呢 持續在我們台海周邊活動 所以一共有30架的軍機跟軍艦來 來騷擾騷擾我們台灣 那當然我們台灣就說 我們運用相關的任務機啦 艦還有暗自飛彈在密切觀察他們的這個行動 另外一個就是昨天晚上的時候 其實中國的這個西艙衛星的發射中心 有發射一個火箭 那火箭有穿過我們的ADIZ的這個 這個防空識別區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賴清德總統的講法來說的話 回應的這個中國有兩個單位 一個單位當然是國台辦 國台辦第一個就說 你是在鼓吹所謂的新的這個兩國論 那把台灣綁上什麼台獨 那以獨來這個挑釁 是危害這個兩岸之間的和平的這個根源 他就說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這樣一個狀況 那特別是他這一次 有針對這個我們賴總統講的所謂祖國論 他有做出一些香 他也用所謂歷史來講 他說我們目前為止來說話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後 他講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 講到孫中山革命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就這個這個辛亥革命取得成功 然後就說一九四五年的時候 因為中國人民抗日獲得成功後 台灣因此光復罪回歸祖國 然後一九四九年是因為內戰的關係 然後他就說制度的不同 不是統一的障礙 更不是分裂的這個藉口 用這樣來講 所以呢 他其實某些程度來說 有針對賴清德總統的講法來說 有針對他們的一些看法來進行一個駁斥 但是無論如何 他就說你還是一個兩國論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國台辦的說法之外 中國的外交部 他就說這個毛領就說賴清德是變花樣 然後在販賣台獨的這個理論 所以他其實後續的講法跟國台辦其實差不多 所以也就是說 你這樣講法來說 就中國的這個定位裡面 你還是在販賣台獨的言論 甚至有兩國論的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當然這是中國的這個反應 我們也不足為奇 那美主要是美國這邊怎麼講 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就說了 他就說了 其實這個這次賴清德的講法 其實是相對溫和 這個是前AIT的這個主席普瑞澤說的 那事實上我們也的確是如此 因為以賴清德總統過去的這個 他就趕到這個中國大陸去嗆說 他是台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他這一次沒有講這樣 事實上真的是比較這個溫和一點點 那國務院就說他們不認為 他們不希望中國挑釁 因為他說這一次的這個講法來說的話 都是例行的 然後聚焦在國內的議題 那這一次也是相當的這個溫和 所以他不認為說 中國會做出太激烈的 這個動作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演講來說的話 就目前為止 一個美國的這個資深官員 告訴路透社說 事實上國慶演說 已經透過非常多的管道 然後跟我們所有的外交夥伴們 都已經簡報相關的這個狀況了 所以認為說 應該都是在控制之中 不過我們國 我們國安人員是說呢 中國可能會用這個 我們賴崇總統的國慶的演說 當成藉口 然後進行一個軍演 現在的軍演就是 我們要有這個聯合力艦的 2024A已經進行過了 那這一次可能會是一個代號是 2024B的這樣的一個軍演 那我們就看說後續有沒有軍演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美國就說 他不希望有這種所謂破壞和平挑釁的 這個動作會出現 好 那除了這個美國官方 跟中國官方的立場之外 外國媒體怎麼報導 因為包括說像華盛頓郵報 金融時報 還有這個這個日本的日本時報 還有半島電視台 都是以這個非常大的封面 或是非常大的這個 這個版面在報導這件事 那尤其是他們都聚焦就是說 台灣我們總統認為北京無權代表台北 或者說台灣總統的誓言對抗 併吞等等的這個角度 所以看起來的話其實 因為他這次講話外媒也都注意到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其實賴清德昨天有提到 所謂的要加強我們台灣的韌性 那因為賴總統最近有成立 所謂全社會的防衛兼任任性的這個委員會 那目前為止來說已經打造 包括我們國家安全上面的韌性 然後經濟安全的韌性 社會安全的韌性 有準備更多的話 台灣就會更加安全 那另外就是我們台灣跟美國 有一個國防工業的這個韌性夥伴 成立的一個大會 那這個我們的軍備部的副部長 這個徐璞妍 這個徐璞妍就參加這個會議的這個狀況 所以看起來的話 台美之間也是在做一個持續加深 彼此往來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昨天這個蔡英文總統有出席 這個國慶的這個大典 那緊接而來的話他十二號 也就是明這個明後天的 要出訪到歐洲去 那這一次來說的話 他除了在捷克之外 他這次現在也確定 他會到布魯塞爾 那布魯塞爾是歐盟的總部 那除了去拜訪歐盟的官員之外 他也會到歐盟的議會裡面過去 那目前為止已經獲得了 我們駐歐盟的代表 還有比利時的這個相關的代表 都確認了這件事情 那除了這個蔡英文總統的事情之外 另外就是這個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這一次的這個動作來說 讓很多人非常的這個不能夠接受 就是說你怎麼這一次的這個馬英九 你甘願當這個對岸的小弟 你配合對岸的這樣的做法 這個黨內也有人跟他不同意見 那當然我們這個大部分社會上 也對他有不同意見 那尤其是他一直講到說兩岸關係好 才會讓台灣的經濟好 那這個謝金河謝老大 他就有寫個文章嘛 他說其實呢 四個總統執政的任內來說的話 這個這個馬英九總統的 這個股市表現最差 因為為什麼阿扁總統來做八年 那股市上漲一百九十二點 至少還是漲 那馬英九的八年股價下跌了一千一百七十八點 那蔡英文總統做八年的話 股價指數上漲了一萬三千一百二十七點 雖然說如果按照馬英九的這個理論來說的話 如果我們跟中國脫鉤 台灣會很慘 但是從股市來說 並不是這樣子一個情形 反而是我覺得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台灣的最大轉捩點 反而是出現在從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川普開始打這個中國的貿易戰開始 台灣才真的這個完全體肺 所以台灣跟中國的這個經濟的依賴 目前為止其實已經慢慢越來越低了 那既然呢 這個他的國慶的這個拒絕出席 沒有引起太大的反應之後呢 他就晚上就跑到哪裡呢 他就跑到這個這個基隆去了 他就站在這個反罷免這一邊 他就說要用所謂的勝利自卧 我們知道實際上 國際人家就說他是死亡自卧啦 那用這個勝利之卧來力挺這個謝國良 因為當然這個禮拜來說的話 最重要就是這個準備要投這個罷免票 那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所謂的拆良跟顧良 兩邊呢是要真的好好的對決了 好那除了基隆之外 事實上現在有媒體報導 就是另外一方面來說 台中的罷免好像也開始起來了 這裡面叫做敲鑼斷劍跟廢響 主要是三個人 一個是廖偉響 一個是黃建豪 一個是羅廷偉 那因為這三個人 其實有非常重要 就是盧系的人員 就是盧秀燕的人馬嘛 那你這個發起這個罷免來說的話 某些程度來說 當然也是在讓這個盧秀燕 他這個有一點點壓力的一個情形 的一個情形 好 一個狀況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當然昨天還講到這個黃國昌 因為黃國昌 他們昨天這個下午 昨天早上除了出席這個 我們國慶大典之外 下午他們還辦了一個挺科大會 集結嘛 就沒想到集結之後 四大天王都去了 黃國昌 然後這個陳佩琦 然後包括說像 這個所謂 黃三三等人都去了 就沒想到了 還有館長 就沒想到只有五百個人在那邊 然後線上只有一千人 所以看起來的話 整個這個動員力量完全小轟 結果沒想到黃卓昌 還在罵這個賴清德的講話 說你這個講話是空洞又心虛 可是到底是誰空洞又心虛呢 你看你從昨天下午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其實真的在空洞化了 是民眾黨 民眾黨這個動員畫面 非常類似統促黨的同時 國際間高度關注的是 中國共產黨的反應 那昨天呢 中國的發射火箭 也引來日本的高度關注跟報導 范老師 事實上布林肯能然也呼籲 這個中國共產黨 要共同維護台海的和平跟穩定 那美日事實上判斷 賴清德的國慶演講相對節制 其實從上個禮拜六 在國慶的這個晚會 賴清德講過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祖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到昨天 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台灣 可以說是金句連連 那我比較講 我看到各界的反應 我提出三個看法 就是三不政策 就是藍營不反對 獨派不反彈 中國不反應 第一個 藍營德講的這些東西 藍營很難反對嘛 中華民國是祖國 誰敢反對 當然有林陶啊 批評什麼什麼 但是你看朱立倫 或者是國民黨 起碼他們不敢反對 因為沒有立場反對嘛 你們最挺的就是中華民國嘛 第二個 獨派不反彈 嗯 到目前為止 獨派沒有提出抗議 對不對 獨派是這個 這個 這個 甚至很厭惡中華民國 要成立台灣共和國嘛 第三個是中國不反應 就上個禮拜六 賴清德講過這個祖國論之後 中國延了三天才做回應 而且回應的內容 其實都很空泛 啊 說什麼賴清德什麼歷史悖論啊 什麼啊 台獨怪談啊 什麼偷換概念啊 什麼混淆是非啊 什麼台獨謬論啊 啊什麼新平莊舊舊舊啊 都是一些情緒性的發言 沒有針對賴清德的祖國論 正面回擊 所以我覺得中國是不反應 那我先想講說 其實很重要是什麼 就是說獨派不反彈 這件事很重要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賴清德昨天的演講裡面 八次講到中華民國 這比這個蔡英文還多 那為什麼獨派都不講話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才這個這個終於了解了 你大家還記得嗎 在2017年9月26號那時候 賴清德當的行政院院長 剛上任 他在立法院接受質詢 他說我是一個 務實的台獨政治工作者 很多人就說 你幹嘛講這個東西 好像是太偏獨了 不應該如此 終於我們現在終於知道 他那個時候就已經被認定是 所謂的台獨今孫了嘛 所以當他有台獨今孫這個身份 他講中華民國 獨派就不會 就體諒他了嘛 認為說你是不得不講這個東西 可是你內心還是嚮往著台獨 只是那是未來是啊 所以我們知道很多獨派人士是講到區限建國 就是彎著來建立台灣共和國 暫時接受中華民國 但是對於這個小英來講 他就不是台獨今孫啊 所以他稍微過一點界 談得中華民國多一點 獨派就批評他 而是藍營炸鍋了 我有一個群組 爛群組裡面 室友是比較偏藍的 深藍跟淺藍就對立了 淺藍就說 你看啊賴清德已經承認中華民國了 你們為什麼還在批評他 深藍就說沒有啊 他是假的啦 他表面中華民國 他內心裡面不是 所以我覺得被人說分化了藍營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這個講話是分化藍營 而且把淺藍那塊把他拉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擴大他的一個基本盤 第二個怎麼樣去除依賴論 你說從選前到這個現在 不管是國民黨或者是中國 都在講什麼 哎呀賴清德 因為他是台獨工作者 所以美國對他很不信賴 好啊我真的講這麼多中華民國 你總不能不信賴我了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去除這個 依賴論 再來就是 你看就中國這次的反應 為什麼那麼的那麼的遲緩 包括我們看到這兩天中國的外交部 他也是講的都是一樣的 都是講的都是這個過去的城鄉爛調 因為他們不曉得怎麼樣來回應賴清德 因為我覺得賴清德跟小英是不太一樣的 小英是不卑不亢 有為有守 可是他的手勢比較多 做的他有些東西他不太願意就是表太清楚 賴清德不一樣啊 賴清德很多東西 我覺得他是突發奇想 而且很多東西他的反應很快 他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該講什麼就講什麼 包括他講的這個主要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就是否定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 那這個讓中國也不知道怎麼回應 所以我覺得他最近的一些做法 反而看得出來是中國的反應的遲緩 為什麼 因為中國就這個大官僚系統 而且大家什麼東西 像連國台辦都不敢做決定 一切要聽習近平的 難怪國台辦的反應是這麼的遲緩 第二個我必須要講說 賴清德其實他有一個很奇怪的 不能說奇怪 他有特殊的一個思維就是 這個 到這個場合可能不是他的主場 包括我們看到這次因為國慶的晚會 或者國慶的大會 因為這次的整個國慶的籌備委員 或者主委是誰 是韓國瑜 所以你看很多其實是韓粉 包含那天的國慶晚會 很多韓粉去參加 包含昨天也是一樣 很多韓粉是買機票從美國回來 這些人過去八年是不參加國慶的 因為過去八年 投委會的主委是誰 尤錫坤嘛 是民進黨嘛 他們是湊著韓國瑜來 可是我覺得賴清德 敢在這兩個場合 講這些話 我認為他也是針對韓粉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怎麼樣 這不入虎穴淹的鬍子 我知道這個場子不是我的 可是我可以宣兵奪主 就像他在今年的823 金門炮戰66週年 金門是來到出資的地方 他照樣到金門說 我們要保衛台澎金馬而戰 我們要對抗中國對台灣的侵略 金門跟對外人的關係很密切 你看陳韻真的知道嗎 他敢講這句話 然後看到到今年的6月16號 他參加鳳山陸軍官校100年的校慶 在下面的人很多都是韓粉 都是藍的 這是有人當時他們那些退將說 賴清德講話我們不站起來 而且我們要背對他 結果賴清德講什麼 他說首戰及中戰就是投降主義 針對馬英九的講話直接批評 第二他說中華民國在哪裡 黃埔就在哪裡 他講說為中華民國而戰 為台澎金馬而戰的才是真黃埔 不敢主張這個的看法就講黃埔 他公然的跟這些黃埔軍 這個軍校這些退將是藍營的 是真藍的甚至是統派的人 他敢講這個話 所以我覺得他是敢於這個面對挑戰 他是不害怕的 他是勇於面對的 我覺得這個出現是一個領袖的一個氣質 好那我們看到賴清德可以讓獨派這個支持他 可是國民黨朱立倫沒辦法 你看昨天的這個講完馬英九 他說拒絕參加這個國慶 他說是因為賴清德講兩國論新兩國論 他這個說法是跟國台辦講法一模一樣 新兩國論 可是我認為他不去的理由 最大也不是什麼賴清德 他真的想的是他想12月20號去參加 澳門回歸25週年的紀念活動 因為據了解這個活動 習近平會從北京下來 馬英九想要來第三次的馬錫會 就他還在表態嘛 對他昨天還想什麼 他說台灣跟中國不是兩國是兩區 那搞清楚那你過去當巴林的總統你是當區長嗎 那澳門的確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他是區嘛 對那你去參加這個區的回歸25週年 你是要把台灣也變成區嗎 或者他移民澳門去做澳門特首 也可以啦 也就是當這個去當賭場合官 好看澳門現在那個所得算蠻高的吧 可是看起來他就是為了要想要跟習近平在界一面 然後不惜昨天拒絕出 昨天是阿扁也參加 蔡英文也參加 就只有你馬英九不參加 所以你就是故意要向這個習近平表態嘛 可是你這筆帳會算在誰頭上 國民黨頭上 如果國民黨還不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堅持的話 你的神主牌 你的中華民國神主牌 已經被賴清德搬走了 嗯 偉航 對這個昨天國慶日 民眾黨也在新門町辦活動 那線上人數跟這個活動人數事實上 确实是越来越少 可是检调今天 立刻快马加鞭 大规模的约谈 相关客户者的 众望基金会的成员 侦办的进度 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好的 这个检调当然还是有放假一下下 回来立刻就开始问了 然而 我们讲的是检调 调查局出场了吗 好 其实今天分两头进行 一边金华丞翰 一边是木可众望基金会 以及民众党的这个一干人等 那到底问什么 我们等一下再说 现在看金华丞翰 今天提讯的朱雅虎 那彭正生 黄锦帽 官员两位 朱雅虎是这个算 辅会联络了一位了 好 那没有柯文哲 那没有柯文哲是 因为他心情又不好吗 还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怎么感觉好像柯文哲 这个就不用问了 这个已经被遗弃了 这个昨天我们在跟那些蓝营的私下在聊 他们讲说 如果李树得账判九年 柯文哲应该无期徒刑 这个最正确准的程度 真的比所有人想象都严重了 那柯文哲问不问他应该是没差 因为这个其他人只要认罪就好了 好重点是 这边的男子余在办 但是依照各种消息都显示 差不多金华丞翰 至少在图立罪的部分 案情已经厘清到最后的节点 像这个黄锦帽这些人 彭正生黄锦帽如果同时出来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对时间日期 对命令的下达这一些 差不多要结束了 那另外一边呢 之前我们一直讲 调查局勒 都是廉政署在办贪污罪嘛 调查局呢 调查局去查官员以外的 所以目可 众望 今天视察猫又发现了 治疗终于解散成功了 10月7号终于正式结束了 治疗据传就是 柯太太柯家觉得 好像李文宗在这边赚太爽 目可赚太爽 所以自己成立一家 打算自己拿来乘坐 不要被人家断了后 现在结束了 目可呢还在 目可没有解散 他还在 那目可的杖 一样都握在检调手中 那这个是调查局办的 所以之前徐府被叫去 是调查局 他一直强调廉政署 是他自己主动参加 那调查局才是被叫去问 然后今天是北极组直接约座于修了 北极组就是调查局 北极组是问谁呢 现役的这些民众党 已经很近了 戴于文啊 周于修啦 以及其他相关证人 有一些并没有透露 大家认得出脸了 大概就是这个 因为周于修有一个例子头 大家都认识嘛 好 那这些人已经问到了民众党的秘书长 你会说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点吗 因为前阵阵阵阵我还听到了 白影内部有人批评 黄国昌做这个什么叫做 扩大警急应变小组造极人 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该真正需要做事情 会做事情的实际 实际上只有周于修啦 讲白要是 话事人还是他啦 其他都只是出来沾光 鬼有鬼叫 一点用都没有 没办法出来主持大局 也无意主持大局 为什么 现在谁沾到你 谁的可能会被跟着一起带下去啊 你只要去解释那个杖是怎么回事嘛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还有东西哪里去的 黄国昌最擅长的 他的人马就是经常不知道东西哪里去的 在时代力量就经常是这个样子 好 那现在民众党的当务之急是 第一 民众党本身 是不是有很多人 仰在 中望基金会 用中望基金会 去付民众党人的选战经费 用中望基金会 去付民众党人 一般党务运中的薪水 你会说 不就是 这个 这个 三个门牌一套人马 四个门牌 再加什么新故乡 四个门牌一套 一套人马 你嘴巴上讲 当然是可以 可是实际上 他就会有背信罪的问题 这个钱本来是要用在那边 中望基金会是做慈善的 做教育的 你怎么可以依来做选举的 其实昨天就有人预告 今天就会烧到这些基要 下个礼拜应该 就会烧得更大 那大概会把 背后落差的那个账 的资金来源给烧出来 他们觉得这样的钱 掉来掉去 是随他们高兴 可是实际上法律上 实际上是违法的 对绝对是不能这样掉 因为每一个都有 各自的权利义无关系 没有基金会 有基金会的管理 的法令嘛 那政党有政党的管理 对对对 还有他的权利义无关系 就是你这个钱收进来 你只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专款要专用嘛 好所以发展到这个阶段 当然啦 小草还是会坚持说 你还是没有任何金流的证据 即使已经有那么多金流流来流去 他们还是会坚持 绝对是纯真的 不过嘴巴硬的小草不多了 我们来看这个国庆日的活动 国庆日的活动 他们本来大家都说 这个叫做反费死 后来又把反费死拿掉了 就觉得好像会不会失交 还是被大家骂 但是到现场 馆长还是在反费死 好那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现在这一场的集结 他们选在西门厅6号出口 那里不用办任何活动 平常都塞满观光客了 因为他那个有一个彩虹人行道 大家都会在那边拍嘛 韩国人就来台湾就是要拍这个 结果民众长给人家站着 好那没关系 这个游行 集会游行是大家的权利吧 重点是这一场现场的人数 少到你用手这样慢慢点 都可以点得出来 可能只有三五百 三五百 我们给他点多一点 旁边看见到都点进去大概五百 而且有些人的年纪 看起来不是小草 是老草 对 我是觉得搞不好很多 就是路过的观光客 因为我们平常在那边活动经过了 好他们是把现在的主要的卡都全部拉来 都出来了 包括黄珊珊 黄国昌等人 再加上馆长等人 还有一些现在还在的白银网红 都来了 都有动员 他现在的画面其实就我印象所及 很像台北市统促党或者爱国同心会办画面 爱国同心会只是说他拿的旗帜是不一样而已 对啊 鲜红的部分会多一点 那重点就是说他们这场动员的人数 第一 比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场次都要来的少 那当然是比土城外面的多啦 不过在台北市区中心方便动员 路人多观众多的地方都搞成这样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难道你要趁百货周年去百货前面办吗 去收购前面办嘛 直接就占了人家 好所以我个人认为民众党差不多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转捩点 就是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办这种东西嘛 你这样办这个东西的用意是什么 是凝聚士气还是让人家一看哇只剩这样了 那我下次不来 会不会有这个下我一定有 因为最近也传出民众党是不是有人要跳船 那跳船的说法一直都有 上个礼拜就有了 但是上个礼拜的说法是谁开第一枪 不能我们开因为我们太小咖 是议员成绩说不能我们开 那他们现在议员如果这个是表现的就是我还是冲在挣钱 他起码冲在挣钱 但他底下都说想下船 不想玩 这个蛮两面的 但他们是说可能要 蔡壁如中等级的出来开第一枪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这个礼拜 因为很多人被约谈 可能是一个白银内部分裂的转捩点 好我请教一下吴静宇 昨天这个馆长跟民众党的活动果然不怎么热闹 可是网路上确实能然有一些钢铁的小草 你怎么观察民众党现在的发展变化 我们从这个所有来看 我们光内障就可以延伸出非常多的人 当初就很多人在讨论嘛 光这个所谓诚信大善人 他那三百万是cash money cash money他是出现在哪 他一定是出现在内障 也就是外障所谓监察院申报你是找不到的 那监察院申报能找得到 目前有很多的企业家也都列在里面 一一被追查那叫对照主 那我们再来看 柯文哲的内障谁是管理人 大家知道可能有两条线 一条线就是叫李文忠 李文忠他管理的是什么呢 就大家会知道嘛 众旺 新故乡 木可公安公司 这三条 那这三条到今天也非常多人开始被叫去巡化了 我们一直以来就知道一开始是谁 就是李文娟嘛 李文娟等他公司的几位人 那另外我们看到智库是谁 孙凤群被找去了 他是唯一被列为所谓的这个洗钱 那洗钱的这个被告 那另外呢 今天出现的是谁 跟基金会有关 就叫做戴于文 那好 那跟基金会有关的 还有所谓的董事 叫谢明珠 等人啊 那还有什么周芳如 那我要讲的是说 周渝修他是属于哪一个脉络的人 很多人 就今天大家讲他是基金会 其实周渝修的特色 他是秘书长 一个党的秘书长 党的秘书长 他的关系度就跟所谓 我们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举止 一样机密 他有权利去管 所有所谓民众党的组织 所以之前就有人讲 会不会这个所谓检调单位 想从民众党的组织 开始去查他们的金流 那组织的金流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地方投人有关系 那地方投人就有一点像是 Cash Money的来源嘛 对 对不对 也就是说内障也就是所谓柯文哲 那一个所谓随身碟里面的记账 人家叫死亡笔记本 非常多的企业家跟在地的投人 都很担心这个 像今天被传唤的还有谁 就叫做林志郎 虽然在表面上登记在监察院 只有十万 但我们不能确定 内障里面会不会有 跟登记的金额更多嘛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关于戴宇文 很多人以为戴宇文他只是发言人 错 戴宇文一直以来都担任柯文哲 很紧密的随行 那你会发现跟柯文哲越紧密的人 那现在就非常的紧张 我举例来讲 陈文忠跟陈文忠旁边都会有谁 就是戴宇文 戴宇文他去跑地方也是他 那当然大家知道的局质 另外我要跟大家讲 柯文哲的这个关系链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一些人叫做赞助者 有一些人叫什么 金手人 如果各位有去了解到 我们回溯到之前 所谓大家说的随身体里面的资料的名目 有赞助者的名字嘛 小省 我举例来讲 还有1500这叫什么 可能现在叫做金额嘛 好 那各位不要忘了一个栏位 那个栏位叫金手人 对就等于他的干部啊 像砍这条线啦 不可能所有的线通通都是柯文哲去 其实你如果从直销的概念来讲 等于是柯文哲的下线啦 对那这些金手人呢 会不会就是现在即将要被约谈的前幕僚跟党工 为什么因为他是靠着什么 他跟什么有关 就是检调连全部是有关系 就是不只是金华城案的 那我觉得这是是一件大家去观察的地方 另外周渝修啊 他身为党的秘书长 他同时啊 也在113年的1月26号 有领薪资12万 那你是党的秘书长 怎么同时也领了靖元总部的12万 那这个数字跟谁一模一样 这个数字就跟所谓我们当初想的智库 我们刚开始以为他只是一个 普通的智库学者 孙凤群 结果他同时也是113年1月26号 也领了薪资12万 价码一样 日期也一样 那我们反过来讲 戴宇文多少 戴宇文7万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我们能确立就是说 孙凤群的角色 也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单纯啊 那还有就是周渝修 那另外我要讲 讲话就今天啊 这个彭政生跟朱雅虎被提讯 那又传唤了黄警帽 可是大家要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 柯文哲就不用被提讯了嘛 那很多人又在讲说 那说好的陈佩奇呢 跟黄珊珊呢 我目前是觉得 检调现在是越来越往核心收容 那另外我还讲这个 他们内部有没有先放消息出来 他们有没有恐慌 有 他们在今天的检调动作 这个之前啊 就发了一个叫做 民众党担心清算超加灭祖 他直接讲了 调查局锁定约谈众望基金会 哎哎哎 厉害咯 民众党比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 调查局要约谈众望基金会 表示什么 他们内心已经有一个底了 而且约谈应该有约谈的通知啊 对对对 所以收到通知的人都各自心里有个底啊 对 所以他们心里一定有一个底 但他们定调什么 他们定调的是说 他们去故意啊 去找这个所谓基金会的麻烦 想要对民众党超加灭祖啊 断他们的金源 然后让呢很多的企业界啊 去害怕 不好意思 讲到这里啊 我就有点生气 第一个 企业界确实很害怕 他害怕的是柯文哲 你那个随身碟 你到底有没有 把一些钱全部寄进去 一定害怕 这跟这个根去搜查 这跟调查基金会有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第二个 你们这些党公职 不是只有在基金会担任而已 而是在哪里 在很多跟柯文哲理文中 相关的单位担任要职啊 所以你们是繁复的 重叠的 而且是挂钩的 那我必须要这样讲 第三个 你的民众党 什么好意思说被断金买 你每一年都可以拿一亿多耶 你还想装球 我觉得太可恶了吧 到此时此刻还想要装球 了不起 好 了不起 另外呢 今天不管是这些人 去搜查所谓戴宇文跟周渔修 我刚刚已经讲了 不管大家是把他们的角色 是放在哪一个单位 这两个人就跟橘子 徐子云一样重要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 因为我跟他们是非常熟悉 那另外最后我要强调 到现在金华园区还继续在盖 对 你蒋万安应该要废止840的容积许可 你只要敢废止了 那么你就可以有建筑法第58条 还有违章建筑法可以热令他停工嘛 所以你要赶快积极做啊 那我们现在讲 蒋万安 如果你不做我跟你说实话的啦 我今天就找陈林官一起 我要成立一个840股份有限公司 然后呢 为什么 因为有奖嘛 如果是合法他是通案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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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士林官邸附近确实有要独庚啦 来独庚吧 然后农奖840 840股份有限公司 不只有您官啦 对不对 我还有四冲哥啦 我不缺人投资 好不好 我还可以找林延峰 我们士林北投的延峰 来做选民服务嘛 所以我帮你开便当会跟那个 我们所有的SOP就造成金华城模式 你讲话要不要 如果你讲话还怕得罪人 然后惹怒我们台北市市民 我看你2026该怎么选啊 我告诉你2026啊 蓝跟白的最大政绩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金华城盖好了 那我看你们该怎么选 我请教一下严峰 所以金华城到底停不停工 确实存在着这一个争议 另外一个现在连贷银行 也开始会怕 149亿的连贷案事实上 万一失控也可能变贷账 现在不管是民众党 柯文哲或者是金华城 微金集团一句话形容 那叫做台译说 我双双倒 我在条死无霸 就是他们这一种 大家都很怕跟他们牵上关系 那刚刚林冠杰讲到 就是连贷银行 因为当时金华城 将近快150亿的连贷案 是由星光银行这边来承包 就我所知哦 这个中工集团在台北市 除了金华城啊 然后包含这个雨果市场 他还有去标 我们台北市的社会住宅的 盖房子就对了 就是说他在台北市 还有其他工程跟标啊 结果他现在已经面临什么事情 有下包 最尾包已经跟我讲 他说他们最近已经拿不到钱了 所以这个当然是环环相扣 那接下来你说 台新他病了这个星光金 那你接下来台新银行 台新金控 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烂摊 我这边也公开呼吁金管会 应该要赶快有所动作 你不能让到最后 你标的这些公共工程 变成烂尾楼啊 那这怎么 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呢 这个是柯文哲跟沈青青留下来的大烂摊 不应该要求我们其他的这个纳税人去负担这一笔钱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我们看到昨天 这个检方不是有提讯这个朱雅虎吗 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 就是说这法官他说朱雅虎已经不争执北检这个申请羁押书所指的部分事实了 也就是贪污之罪条例的第十一条 我觉得民众党你们今天要办什么集结的这种活动 一般群众运动你要办 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跟你要诉求的理念嘛 结果你办出来我给大家看年轻人基本上过去都是比较支持柯文哲支持民众党的 可是你现在看到在PTT上面 大家年轻人怎么看民众党 来 这个 你说跑去这个爱国 跑去西门就跟爱国同心会有87%像 然后呢因为那边是一个地标嘛 他说日韩的女生觉得这里很臭 再来呢他说我们约在这边都已经很难找人了 你们还跑来乱 他说顶多大概就是一百人啊 所以呢我要告诉民众党的是说 你们如果要办一个群众活动 办到被人家讨厌 而且本来都还是支持你们的年轻人是这样子看你们的 那你们的策略上面是不是应该就要有所调整的 好再来 刚刚grace有讲到黄珊珊 我觉得民众党他们现在所谓的过去七人的决策小组 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没有被约谈 一个叫黄珊珊 另外就是陈志涵跟吴怡轩嘛 那他们两个当然就是不是重点啊 也不是什么核心啊 更不是一个咖啦 但是黄珊珊讲的话 我觉得她每一次讲的话都是被我们要拿来打脸她的 大家可以看到她说 如果中间有人人谋不张 那就依法办理 不应该把无辜的公务员拖下水 我要问 第一个你口口声声讲依法办理嘛 那我问柯文哲你为什么之前在面对金华城的案子 你要去下条纸给公务员 说越快越好 只要不坐牢就好 你有依法行政吗 你这个不是就是在脱公务员下水吗 把他们推进这个火坑里面吗 你现在有什么脸来跟大家讲说 你们民众党是依法行政 柯文哲就是没有依法行政 现在才会被羁押嘛 然后再来这个标题更好笑 我觉得黄珊珊根本就是在害柯文哲 她说你怎么对郑文燦就怎么对柯文哲 诶 郑文燦是已经被起诉咧 柯文哲现在还没有被起诉啊 那所以你是很希望柯文哲被起诉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诶 你黄珊珊你是念法律的人 你怎么讲的话却变成礼盲了 然后再来刚刚有讲到 民众党他整个党荒腔走板到 就是那种消贪你知道吗 台湾人叫消贪 我再立一个表格 他们的用人的文化 跟我们其他的人都不一样 其他政党不一样 一般民间公司更不可能这样 你看李文中李文娟何爱婷 陈志涵周渝修包含戴宇文 被约谈的 为什么 橘子都还没有放上去 你们都是领薪水 然后再来都要回捐 我就问有哪一间公司企业 哪一个员工会这样子做 高宏安 对不对 高宏安也是啊 当时那个李中提嘛 他男朋友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谁 端木正 可我觉得高宏安跟柯文哲的状况 可能不一样 高宏安的要求回捐 可能是比较柯薄的老板嘛 就等于助理费并没有全部给助理嘛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要求回捐 很多是把干部当人头 柯文哲可能有一些收入要拆小额 然后要转进来 那拆小额他就用这些人当做这个捐款人 所以所谓说他们捐赠的金额 我们现在合理的怀疑都是人头 就是柯文哲要把不干净的钱 洗成干净的钱嘛 不然你怎么可能说 包含李文中跟李文娟 他甚至我们查不到收入 但是他们都有捐钱 那这个也只是政治现金 其他包含他名下的这些基金会 还有没有其他的钱 这个当然检调单位 现在一一的约寻也会查清楚嘛 所以你说民众党 我讲啦 第一个 你们民众党一直喊清白 那举止 你有没有出来呼吁说 举止赶快回来讲 不然你害柯文哲被羁押的时间 可能会延长嘛 第二个 当时USB不是查到 就是小省1500 他们怎么辩护 他说这个是时间 不是金流 但是赖湘林已经成 因为出帐的这个记录 有赖湘林嘛 他已经承认那个是钱了嘛 这个叫什么 挤牙膏式的回应 民众党就是 有被爆出来我才要认 没有被爆出来我绝对不认啦 然后再来 刚刚讲 陈大善人这个三百万 你拿来做装修 你们民众党整个在里面上班 你们也不用问钱从哪里来 还觉得一副理所当然 所以你说像这样子的政党 一直告诉大家他们最清廉 公开透明 那再去诉求这些群众运动 没有人愿意相信的啦 好那亮君怎么观察 昨天的群众运动 我觉得昨天大家现场看到 其实现场集结大概 大家是讲说大概五百人 我觉得大家真的对他们太好 现场真的是为了这个民众党的活动而来的 我认为还是比较少啦 那但是我们看到说 现在呢 昨天这个活动 喊的最大声是谁 黄国昌嘛 那你可以看到说 黄国昌其实从这个 柯文哲被抓进去关之后 其实动作频频 从一开始在北检外面 他就号召着群众 说大家要站出来 然后后来呢又到这个看守所外面 然后现在又举办这个活动 甚至包含地方的这些座谈会 我上一次已经在这边有讲说 我认为黄国昌他现在就是要 把所有的柯粉 所有的小草 通通无缝转换成他的葱粉 那所以我认为民众党现在在做什么 民众党现在面临的 恐怕就是新的共主大选 就是他们自己现在内部的选举 民众党自己党内的选举 也已经开打了啦 就是说到底谁接下来会来带领民众党 所以黄国昌现在很明显嘛 他现在所出来的回应 他都昨天他在新闻丁的时候 他讲说什么 他说柯文哲表示要永远把国家 放在政党利益之上 所以呢他才会压抑情绪 参加双十大会 跟其他七个民众党立委 一起参加国家的生日 因为我知道如果柯文哲 今天在我旁边 他会希望大家这么做 这就好有听到跌倒了 第一件事情是本来 八位民众党立委 立委本来就在双十大典的邀请 名单之内 这个是每年都是这么做的 那再来就是柯文哲 他现在就是在讲说 他试图去发布柯文哲所 班令的圣旨啊 就柯文哲现在关在里面 但他现在假传圣旨说 如果阿伯在 他一定也会希望大家这么做 我就想说 还是你有在这个 看守所外面 听到柯文哲打摩斯密码给你吗 有传递这个消息给你吗 还是你作梦梦到说 柯文哲要求你一定要这么做 所以他现在哦 就是不断不断的告诉民众党 这些原本挺柯文哲的群众说 你们现在阿伯在里面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请相信我黄国昌我本人 一定会带领着大家 让民众党继续存活下去 然后继续支持阿伯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民众党的支持者不要忘记 以前黄国昌在时代力量的时候 当时徐永明主席 他被收押 后来被收押 然后也有被判刑的时候 黄国昌的反应是什么 他说我认识的永明 不是这样的人 我也觉得啦 接下来如果柯文哲 他被起诉了 或者是他真的被判刑了 他也可以讲一个说 我认识的柯文哲 不是这样子的人嘛 所以对于黄国昌来说 我从来不认为他是真心的 想要救柯文哲 我也不认为他真心的觉得柯文哲 在这过程当中完全没有问题 他现在完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最后就讲到说 昨天陈佩琪他就在这个群众运动现场 他就讲说拜托司法还我公道 把老公还给我 那我认为这个不是所谓司法正义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任性 他没有再讲公平跟正义 如果陈佩琪是希望司法检调厘真相的话 那我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检调要提讯柯文哲的时候 柯文哲不愿意去面对 他如果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 他就去应讯嘛 然后就把他自己认为他没有问题的部分 说清楚交代清楚就好了 那北检就也会还他一个清白 那他自己没有这么做 那陈佩琪或者是这些群众在外面 高喊着说要这个北检还给阿贝 可是问题是阿贝就拒绝提供他自己清白的证据啊 那到底要怎么样把柯文哲释放出来 在没有调查的这些状况底下 就要把柯文哲释放吗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的这些群众运动 或者是陈佩琪或这些民众党的党公职的发言 我觉得完全就是任性 用他们感情上的诉求去绑架这些群众 然后去绑架司法 试图让大家觉得说现在都是司法不公 可是实际上这是在伤害台湾的司法 然后也是不断的把自己的支持者 我认为是余明华 好我们稍后回来